华言全是智慧 那年可以说是华言的一把钥匙 讲得很详细 在大臣云顿大教里面 讲什么 任何一法都是新鲜生命 是怎么样病 没有离开新鲜 新鲜是平等 新鲜没有生命 新鲜没有大小 你要看到有大小 你要看到有生命 你没有坚信 坚信的人的时候 所以说一立微沉 一个毛孔 都是变法界虚空界 所以这个境界 经上用了一个名词 叫不思议境界 不思议 我们一般看这个名词 这个这是不能讲的 也不能想象的 这不可思议 不可思就是不能想 不可以就是不能说 但是它里头还有一个更深的意义 到你自己对于一切万法 做真正做到 利益妄想分别执着 不就是没有念头了 也没有言语了 你就看到四世真相 四世真相是圆融的 什么有差别 那么观今 这个 这个 无量寿徽里面所说的 会有大小差别 凡圣同居图 凡圣同居图里面 待一往生 那我们知道 他的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没有断 只是念佛往生 那一场那 他扶住了 他的一句佛号得炼 他把这个东西都不想了 念念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他往生 三大那边之后 这个习气又会现前 习气断不掉 又现前 现前的时候 才看差别相 但是这种差别相的时候 时间并不是很长 为什么呢 到凡圣同居图 下下平瓦森 到西方极乐世界 也见到佛了 也听佛说法了 也见到这些诸大菩萨了 所以 在极乐世界 开悟很容易 他没有物源 所以那个修学环境是最好的 所以很容易开悟 悟了之后呢 就回到平等了 随着年终说法 没有矛盾 没有提出 这就是习气现前的时候 会有这种现象 但是大家都晓得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他们对这现象的时候 不会执着 也不会分别 这个是我们从教理 教义 体现去体会 就不会有疑惑 也不会有问题了